一扎和李振勇的比赛马上就要开打了 这场比赛是2月5日与FC精英之路雨量级的决赛 中国藏族选手一扎 在本期获得两连胜的出色表现 将会对阵本期最大的热门选手韩国虎李振勇 说起李振勇 那么这个风头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 连续两期第一回合秒杀中国选手 第一回合背后裸脚降服谢斌 后面第二期又在第一回合KO了吕凯 到目前为止有70%的人认为李振勇可以KO一扎 李振勇目前的战绩是九胜一副七次终结 我们今天来看看李振勇输的这一次是怎么输的 这场比赛是发生在路德FC韩国的本土赛事 带着红色拳套的是他的对手金士英 蓝色拳套的就是李振勇 我们来边看比赛边分析一下李振勇的打法 大家可以仔细看 李振勇的每一拳每一腿落点都非常的精准 而且他的每一拳都非常有威胁性 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假动作 从他的这个站姿和有些细节上 也可以看出他的打法有一点像嘴炮 就是他这个打法的观赏性比较高 所以说这也是他的人气高的原因之一吧 第一回合的前面四分钟 金士英打得非常稳 没有被李振勇抓到实机 到了最后的30秒钟左右 李振勇就抓到实机了 那也是一波疯狂的输出 差一点把这个金士英给带走 这个奔后落脚非常的危险 最后好在是时间不够了 时间是旧了金士英 好 第一回合时间到 那他们这个比赛是打的两回合 每回合五分钟 马上来到第二回合 那这个第二回合李振勇的短板也是出现了 李振勇非常的擅长打赢机 特别是后手的这个直拳和摆拳 金士英的前直后摆打中 大家看李振勇很少出动作 打得非常的稳健 说白了就是在等一个时机 他打比赛都是想用自己的一个重拳来终结对手 很快比赛来到第二回合的下半场 这个时候李振勇的短板出现了 就是他的体能非常的差 大家看他这个轮圈轮的已经是没什么劲了 到了最后的一分多钟 李振勇被金士英再次重拳打退 所以说关于一扎和李振勇 如果说一扎想赢的话 还是有办法的 第一回合就是一个字拖 把第一回合甚至是第二回合拖完 到了第三回合李振勇没有体能了 才是一扎发挥的主场 时间还不到一分钟 如果李振勇想赢的话 必须要击倒金士英 但是一直到回合结束 李振勇也没有做到 这也是体能下降的结果 好比赛结束 通常打分 最终是金士英拿下比赛 这场比赛过后 李振勇就再也没有输过比赛了 金士英和李振勇后面是打过二番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李振勇是怎么复仇的 金士英采用的还是相同的套路 后撤转圈来躲避李振勇的动拳 互相换拳 互占击中 金士英被打破 好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这个凝机是怎么打的 非常的快 李振勇从一开始 就是练习的巴西如数 所以他的地面也在非常长 他也不会第一回合 就降服了谢兵 李振勇一看在这龙边缠斗 没有什么优势 那还不如放开打战力 重阳 is not in a hurry 哦 that was a strong 漂亮的后直前排 金士英再次被击倒 李振勇上去补拳 彩排出在终止比赛 又是在第一回合 李振勇就终结对守成功复仇 所以我们说李振勇绝对是一个强悍的对手 我们看看刚才的换拳 李振勇是怎么用迎击拳打中的 直接把这个金士英给打晃 最终决定战局的还是这一拳 总体来说李振勇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选手 战力和地面的水平都很高 那么明天的比赛我们希望一扎 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 来战胜韩国湖李振勇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